诶干,老师今天教的维积分也太难了吧 对呀,我妈昨天还问我为什么还学不会科西不等式 我他妈才小学生耶 我今天放学还要去补高等物理学,烦死了 现在小学生生活压力真大 没办法现在社会太竞争了 你看美国的小孩,居然从小就会说英文了 妮娜桑,我突然好想棒赛哟 先不跟你们聊了,我要赶快去厕所棒赛 好爽哟,拉了一大坨带有金针菇的大便 啊我忘记带卫生纸了 同学,你想要红色的卫生纸,还是青色的卫生纸呢? 不用了谢谢,我想要用手指擦 同学你很诚实,我决定把这两包卫生纸都送给你 谢谢你哦,你人真好,阿里嘎多 哎干不对,我该不会遇到传说中的花子了吧 哎干我跟你们说,我刚刚棒赛的时候遇到花子了耶 哇塞,真的假的,怎么遇到的 我刚刚拉屎忘记带卫生纸,它就出现送我两包卫生纸 奇怪,这两包卫生纸怎么看起来像全新的 对呀,因为我是用手指挖干净的 干凌两类,难怪从刚刚就一直闻到死味 米娜桑,那我们今天放学后要不要一起去探险 听说只要去三楼的第三间厕所 敲门问花子在吗,花子就会现身哟 好呀好呀,呼啪呼,大家一起去试等啊 好可怕哟,真的要做吗 吼,你很俗辣耶,不要像个小学生一样,带种点啦 先不说这些了,你应该不能进女厕吧 没事啦,我今天把那根放在家里了 第三间厕所是吗,那我要敲门了哟 花子在吗 靠腰哦,哇塞棒赛啦 Koni 鸡蛙,大家好,我是花子 哇塑,所以都市传说的花子是真的存在的哟 听说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花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哟,我们花子集团跟乔伊小姐一样 在每间学校都有我们的分布 说到这个,你们不是应该看到我要吓到逃跑才对吗 因为听说你会送两包卫生纸 我都来试胆了至少也要发挥一下客家精神 没拿到免费的卫生纸我绝不走 好的,这是你的红色卫生纸跟青色卫生纸 谢谢花子,啊啊啊好可怕呀,赶快逃呀 花子感觉很可怜耶,只能躲在厕所送卫生纸 可是他是鬼耶,很可怕耶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花子当朋友 笑死,你以为你跟家布兽一样需要有情徽章吗 别干,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大胆的想法,说来听听 我跟你们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哇塞,真的很大胆耶,但感觉很不错耶 我也觉得很不错耶,那我们赶快实施吧 就这样,这三位小朋友每天放学都去厕所找花子玩 成为了花子最好的朋友 花子觉得很感动,也决定不将卫生纸用于害人的用途 反而每天送给这些小朋友两包卫生纸 小朋友们将这些卫生纸拿到网拍上面贩售 开始做起了五本生意 不过这样一来一往的他们发现效率有些低落 于是他们决定直接教花子自己上网贩售卫生纸 不仅做成了五本生意,还直接达成了被动收入来源 花子因为学习到上网的观念 也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到了不错的对象 这三位同学也因为从小开始经营这场生意 赚取了大额的财富 前阵子已经买一间淡黄区的豪宅了 而他们的好朋友花子也终于换到有干湿分离的厕所了 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